受到山陀兒颱風的影響 高雄期經今天一早浪高 目測大約有三層樓高 加上這幾天是逢大潮 當地多處積淹水 整條馬路變成了水路 也讓民眾寸步難行 而屏東東港東京裡 和盛雨裡以及林邊鄉 同樣也傳出了淹水災情 水一度淹進了屋內 造成住戶出入困難 大浪一波又一波 快速往岸邊衝 整排消波快就快要被海水吞沒 浪高目測高達三層樓高 隨著颱風山陀的逼近 現在高雄的天氣越來越糟糕 不論是風還是雨都越來越大 隨著颱風逼近加上大潮影響 造成當地激淹水 垃圾桶在邊漂流了 高雄襲經大街 馬路全變成水路 人孔蓋不停冒水 主要是在颱風天 遇到豬衣15分豬38分 才會這麼會上 中央古山區海水倒灌 當地也慘變汪洋 海水不斷拍打上岸 造成排水宣洩不及 整條街淹成小河轉往屏東 東港東經理車輛行進 紛紛激起驚人水花 機車直接變成水上摩托車 每一戶居民家們堆了好幾個沙包 山頂的火水下來 跟我們海豬 所以可能今天是拿著 下雨裡同樣也有淹水災情 民眾寸步難心 還有住戶 家具全泡水裡積水一度 眼睛無內 中央林變鄉水利漁港大雨 稀利花啦下個不停 港邊煙沉的飄飄河 山土的颱風來勢洶洶 民眾做好防臺準備 說什麼都不能 釣魚情形 您記得綜合報導